下一題 4公斤的瘦20牛頓持續5秒鐘位於50公尺 問加速度跟摩擦力 第一 圓白靜止5秒鐘走50公尺 這裡能夠算出加速度 這個加速度是所謂的真正的加速度 量得到加速度 二 題目已經告訴你了 有瘦摩擦力 所以前面的20牛頓是不是合力 不是合力了 他要去跟摩擦力處理過才叫做合力 考驗題目可能沒有問你加速度 直接問你摩擦力是多少 但是即使是這樣子問 你還是必須要先算出加速度 然後再代入F等於M 大家要記住FBC是萬利的合力 才能把摩擦力算出來 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 先解決所謂加速度的問題 加速度就是之前學過的那個 之前學過的 我們前面做過的 給位移求加速度 代公式的人大概就一步 代公式大概一個公式就可以解決吧 這個就可以解決 那如果畫圖的人可能這樣做兩步啊什麼之類的 OK 那我是用畫圖教了 那加速度多大 加速度有多少 看一下 他的加速度呢 應該是有多大勒 加速度應該有多大勒 加速度有多少勒 十一號 十一號大小姐 最前面的那位大小姐 起立了 答案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不會 不曉得 不清楚 對 很多長 不會 真是厲害 我講過了 我不是用公式 我是用畫圖吧 畫什麼圖啊 VT VT VT就只做兩件事啊 直線球加速度 面積球 位移啊 出速呢 是0嘛 那5秒的速度 不知道多少 但是呢 三角形 面積我知道 面積我知道 位移50公尺 三角形 以乘以高 12 所以V乘以5除以2 效50 認真努力 算一算 V叫做20 用完第一個叫做 面積球位移 剩下一個叫做 直線球 加速度 找到兩個點 再進DT跟DV 在公式裡面 0秒的時候是0 5秒的時候是20 往裡面塞 算一算就叫做4 所以呢 我們就算出來 我們的加速是4 這個就是所謂的 真正的加速度 表現出來的加速度 量得到 測到的加速度 量得到 測到的加速度 然後就是F等於MMA 那個A 那就問你摩擦力 剛剛已經知道了 20牛頓不是合力 要跟摩擦力處理過 才是合力 然後才會帶入那個F等於MMA裡面 就很簡單 往裡面塞就可以了 就很容易的計算就知道 請問你 他的摩擦力有多大 請問你他的摩擦力有多少 找一位帥哥難嗎 24 24不在 29 29 摩擦力有多少 對不起 對 摩擦力有多少 又站起來對著我微笑 又是不知道 請坐 請坐 什麼 公式就一個嘛 哪一個 F等於MMA 今天要記得什麼叫F 外力的合力 這裡就怎麼樣 濕力要扣掉摩擦力 才是外力的合力 那什麼叫M 受力質量 就是這個東西 這東西4公斤的東西 那什麼叫A 量得到的加速度 就是我剛剛算出來這個A 那就往裡面帶就好啦 往裡面帶就好了 F等MMA 好 我實力20牛頓 減掉摩擦力 不知道就是我的合力 等於受力質量是 4公斤 加速剛剛算出來是4 所以簡單的計算 之後就知道叫做4牛頓 所以我的摩擦力呢 就是4牛頓 有嗎 又4牛頓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12 很簡單很容易 用我們以前教過的方法 算數加速度 然後帶回去F等MMA 重點是這個F必須是外力的合力 是你的施力跟摩擦力 合起來的結果所造成的 這就是我們的練習12 OK OK OK